大家好,歡迎收看Ballsmile的宏觀金融市場分析 我是這個節目主持盧彩陽,Jasper 今天講講聯儲局的息口政策 在講之前大家記得幫忙看看這個言責聲明 所講的內容並不構成腰弱,更加不會構成投資建議 今天的標題是商品跌,聯儲局加息更辣 大家也看到了,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如果看看這幾兩個星期的商品市場 真的跌到一波 無論是能源、基本金屬和農作物 全部板塊基本上是全線下跌的 商品價格的下跌,我想大家都知道 市場方面現時正在炒作美國的環球經濟衰退 早前市場正在爭論和討論 究竟環球金融市場,或者是美國好 市場究竟是經濟軟著陸還是硬著陸 放緩還是經濟衰退 直至聯儲局,在這次會議當中的15號 突然間加息0.75 令到金融市場普遍幾乎一面倒傾向看 接下來經濟會出現硬著陸或經濟衰退 問題是討論什麼呢? 不是討論軟著陸還是硬著陸 就是討論這個所謂硬著陸衰退 是何時來的? 第三季?第四季?或者明年? 所以大家都有一個悲觀的看法 所以當時的股市也是當晚顯著糊塗 問題關鍵是什麼呢? 以前炒經濟軟著陸的時候 商品市場還可以繼續走牛市 可以說是逆貨元趨,向著高位賣盡 但是自從一炒硬著陸之後 整個商品市場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逆轉 就不會覺得商品會有一個調整 不是那麼簡單 是來的甚至乎可能的轉勢 因為一旦出現了經濟的逆轉的話 商品市場都會出現逆轉 這是過去一個的慣例 所以商品價格過去兩個星期 就全面大跌下 美國通脹就開始有降溫了 在這個情況下 美股表現相當不錯 問題關鍵就是了 在這裏 也有人說了 甚至乎在外匯市場裡面都看到 美匯這樣跌 主要主要的原因就是 那些交易員開始 就不是說很敢拿美匯 怕原主局因應美國出現經濟衰退 因應這個硬著陸 不會再大力加息 所以對美匯是可能不理 所以就看到美匯受壓 這個在美匯市場 在外匯市場來說 確實是有這樣的現象 但如果我們再宏觀一點去看 究竟聯儲局會不會 真的放慢手腳加息呢 因爲這個商品價格下跌 因爲這個通脹可能見頂 而加息可能會放慢呢 這個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研究 一個課題 爲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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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什麽呢 因爲什麽現在你看到 這樣就是在聯儲局加息 加0.75之後呢 所以就會 商品市場急跌 這個是聯儲局就拍攀手掌 的了 拜登都是拍攀手掌 的了 一定要降通脹 因為他們 問他這次提到也是的了 過去呢 加極息 加極息都好 通脹都降不了 原因就是商品价格一直跌不到 好了 今次突然嚇大家的加零.75 市場就開始充斥經濟衰退 經濟降溫 經濟硬著綠 所以變成在這樣的情況 導致商品交易員大量出貨 好了 這個情況他們相當開心見到 換句話說 原來加零.75 原來你們的商品交易員是會訂貨的 因為怕什麼呢 怕經濟衰退 好了 以此同時這個好消息 第二個好消息是什麼呢 也都因為商品價格急跌 通脹有機會見頂 美股方面又全面做好 是星期三 即15日那天跌一跌 星期四跌一跌之後就開始見底回升 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商品價格見頂 通脹舒緩 變成大家都覺得股市可能有運行 所以變成在這樣的情況下 原來加零.75之後呢 結果就是什麼呢 商品價格大跌 美股呢 亦都是顯著回升 這兩個畫面 我相信聯儲局 是十分之開心見到的 就算是拜登見到 都見到也十分開心的 十分願意接受這個現時的情況 所以好了 換句話說呢 聯儲局原來加零.75是這麼有效的 好了 你又可以想一下一件事了 如果聯儲局突然間放聲 你告訴大家 接下來我不加零.75了 都是回合零.5至零.25之間的 好了 你猜到商品價格會怎樣呢 那些交易員又再可能拿回升 所以原來它知道加零.75的息口的話 在商品價格的眼中 原來是一個非常負面的理探訊號 所以我相信聯儲局不但不會改為加零.5 即是7月份 甚至9月份 所以它會繼續加零.75去壓那個商品價格 這個是相當之有效的 與此同時 壓到商品價格得來 所以我相信聯儲局不會那麼容易 就現在將所謂的加息又回落到加零.5 因為它很怕商品價格 因為這樣的話 未來可能會反彈 好了 我們看看油價 油價方面你見到 你看到就是當聯儲局加息零.75 它就是先升後急跌的 天然氣也是一樣 加零.75之後就先升後急跌 天然氣那方面的跌是更加急的 好了 銅亦都一樣 你看到我們叫做銅博士 因為憂慮經驗衰退出現 所以你看到加零.75之後 哇 彈都沒有彈 直線下跌的 銅的跌幅相當之驚人 好了 這個是大豆的盧作物 好了 也是 加零.75之後先微升後急跌的 這個鐵礦石 好了 這個鐵礦石就是一樣 一加零.75之後 直插沒有水花 可以說 這個就是鋁 也是 因為跌勢更加比銅更加誇張 你見到 鋁價方面 直接加息之後 裂口低開 然後反覆下跌 這個就是美國股市 沒錯 加息之後 接著是拆了一天 接著就見底 接著就開始兜底上路 升到現在 OK 所以你看到 雖然美國是加零.75 亦都在炒經濟衰退的概念 但在美股市場裏面 就非常之樂於見到 商品價格的回落 因為在他們眼中 商品價格的回落 對美國經濟前景 說到尾都是好事 OK 所以變成在這樣的形勢下 我自己覺得 短期間 你說交易員有這樣的 炒 聯絕菊 可能會 減低那個加息壓力 是不排除 但大家如果想到一層 又或者 再加上 星期三 鮑威爾再澄清的話 我估計鮑威爾 他們應該會見到 加零.75 這麼有效的話 短期間 我想他不會放鬆 這件事 改口 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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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0.25 或者0.5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相信短期間 美國的加息力度 是會繼續維持的 所以 大家千萬不要有幻想 以為美國 加息快要完結 這個更加不可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下星期再見 拜拜